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下午在中南海营台会见来京述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听取他对澳门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表示 这一年贺一诚行政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稳健施政、真抓实干 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稳步推进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修改 稳妥处理澳门博彩法律修订和新一轮博彩经营权镜头 扎实推进横秦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中央对贺一诚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强调 中央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全力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 奋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韩正、丁薛祥、夏宝龙等参加会见 中央集团特别行政区与中国签订阅 小板发挥自身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